早安笔记本 志平凶早 然后全国听友大家早 是谢谢 这么起了一大早 至少 刚刚有看志平跟 迷勒熊的直播的听众 大家知道 他今天五点就起床了 六点半就来到现场 六点半不到就来到现场 因为他以为节目是六点半 老人家总是比较紧张 迷勒熊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看 这份得奖名单 我们待会来讨论好不好 我们最主要先看看 当那天晚上 颁奖点点进行到 富语就是最佳纪录片的 得主上台致辞的时候 在那之前 也许我们看到 收听率 收看率 收视率 都已经非常沸腾了 因为曾经造成网络的中断 对 就是廖上 廖青松 他比富语还早上去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可惜 因为我们很想看到 他跟侯孝贤 就我们有看到新闻吗 就是讲说 他居然敢把那个 讲座之前叫侯孝贤拿着 这样子 那就可见他们的情感 非常非常的好 对 那廖上 我其实也非常尊敬他 是 他对晚辈的照顾 还有其实很多片子 像去年跟前年的 就是入围的片子里面 很多都是他幕后在 帮忙操作剪接的 可是他都没有挂名字 是 对对对 大家都不知道 他是台湾 在就是电影圈里面 很重要的剪接师 对对对 所以他的地位呢 也让他荣获了 今年的金马奖的 这个最重要的台湾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每年只有一个奖嘛 就是只有一个最佳贡献 或者是说 终身成就奖 那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都在排队 对因为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敖国片好像很没落 或什么的 可是其实一直以来 为什么能够到现在 还能够撑着 就是有这些 等于把电影这个工作 就像我们制品秀一样 把这个广播当成 他一辈子的工作一样 就是会觉得 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这样 就是让很感动 有些职人 我们有点像日文讲的 就是职人 这些达人 他们真的一辈子 花一辈子的精神 都在上面 那对他们来讲 其实工作就是一个喜悦 然后能够工作 就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 能够随时上工 就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 而且怎么讲 就每天有活着的意义 然后在拼 拼搏这些东西 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 很多人都在等着排队要拿 那每次为什么 那个名单 或者是一公布的时候 大家都那么感动的原因 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肯定 就是在金马奖里面 今年拿到 最佳贡献奖的这个料赏 好不好 而且你不觉得吗 就是今年 其实从前几年开始 金马奖的那个 不管颁奖 或是各方面 都越来越有这种 国际影展的这种气魄 你不觉得吗 然后整个流畅度 那我想这一次会 在料想的时候 当机 可能是主办单位 他也没料想到说 全世界的人 其实同时在关系 像我看Friday的那个时候 大概有 一百一十几万的人 就是他旁边会有数字 就是那个时候 有一百一百一十几万的人 那我相信那个数字 其实也不一定是浮动的 可是基本上就是说 你看全世界 有这么多人在关注 不当然是台湾的人而已 他们正在线上 同时观看金马奖 同步进行 可能之后 可能平宽 可能要稍微看 我相信主办单位 应该会寄取这个教训 是 我们回到另外这个话题 就是大家这两天 最关注的话题 不但这个话题被发笑 而且甚至于在 候选人的这个场子里面 也都运用到它 真的 我们这样来看 有一位纪录片的得奖者 叫傅瑜 他在这个得奖的时候 他说出了一些他的话 正好傅瑜是 米乐熊脸书上的好朋友 对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们 大致上 其实讲实在的 我当时也是有用文字转播 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讲出 就是那个关键的两个字 他只是讲说台湾应该被尊重 然后我们是 我们是应该 就是被视为独立的个体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时候就是大家如果政治意图 或者是政治敏感度 太过于敏感的话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这倒是 有点过度解读 讲实在 我是这样子认为 对 我是觉得 大家对这个东西太敏感了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这个礼拜六就要选举了 就要投票了 所以可能 就是大家 有点敏感过度 我讲实在 我是这样子觉得 是 但是傅瑜的这个谈话的内容 这个可能引发了很多很多大陆 正在观看这个金马奖过程 因为我跟你讲 他是第一次拍大片 他以前都是拍短片 然后这部片算是长片 而且这么长期的时间 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也 就像自评中讲 这一战成功 因为他之前其实也并没有在 我们台湾电影圈 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或者是说他是谁 甚至一讲说他是谁好了 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熟 对不对 但傅瑜的这个谈话 这个其实他真的 如同弥勒熊你所讲的 他没有把那两个字说出来 我觉得他也没有想要讲那两个字 讲实在的 因为我是比较问他 他是说 就是将来叫什么名字 甚至叫中华民国 甚至叫什么 其他名字都OK 只是说生活在台湾的人 能够被尊重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就是有这样子的主体意识 他并没有讲说独立 他真的没有讲 而且他私底下也是 就是大家可以去他脸书看 就是他写的一大篇的文字 好几千字的 那个文字里面 他并没有强调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太敏感 就是过度的解读了 而且媒体下标很恐怖 直接写台独导演 或者是台独宣言 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太 好 这个纪录片的颁奖 是在这个整个颁奖典礼的 大概中段左右 对 可是最后到这个 这个重要的奖项 图门跟慧英宏两位 这个上一届的影帝 引扣上台颁奖的时候 图门开口而出 上一届的影帝 那么他一开口 他就说来到 很高兴来到这个 这个中国台湾的金马奖 那当然这个话 就是引起了台湾的一些网友们 很多很多的不满 或者说是上网 也是说了很多的话 那么好 这样的话语出现以后 当然两个颁奖人 我相信在场的记者 看到两个 一个得奖者 一个颁奖人 这样子的一个 在台上的说出来的话 就知道今天晚上 那天晚上新闻性 就在这两个人身上 那我必须说 我必须说 后来李安导演 所说的这段话 那真的是 另外一种高度 因为当这件事情 发酵的时候 两个在颁奖典礼上的 这段谈话 被不管是台湾的网民也好 或是中国道路的网民也好 被他们这样子 很疯狂的 解读散播 然后留言 对对对 然后实际坦白讲 我是觉得 就如同李安导演所说的 好啊 好啊 有什么讲的就讲啊 对不对 李安导演说法 你要讲什么就讲啊 这里是自由的呀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非常非常棒的一点是 李安导演的话 这个凸显了金马奖的精神 或者说是凸显了 自由这个环境的精神 这件事情太可贵了 你怎么看待 我觉得就是李安本身 他当然是 享誉国际的导演 那他愿意来担任这个 这个主席 就是整个活动的主席 那你可以看看他 邀请巩丽来参加 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不得了 而且其实巩丽小姐 他讲实在 我觉得他那时候 讲话也是气话 就当时那时候批评 我们金马奖的时候 他有点气话 因为你想想看 就是说 好今天我是 而且大家可以去 Google一下他的资料 他不单单是台湾这边的 这个评审团的主席 他当过柏林的 然后坎城的什么什么 他都当过 而且都当过 等于是 因为他现在本身 现在国籍 并不是这个中国大陆 他入籍新加坡了 对对对 然后他的先生是瑞士籍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不会影响到说 因为他的身份 出生的关系 而是说 这样子的引人 他们在国际 呼风唤雨 可以这么讲 他都愿意回来 虽然说 我们台湾的媒体 就很爱 就是去酸人家 或是怎么样 你之前怎样 现在怎样 可是我觉得他很聪明 他就是 我就是不发言 而且我四两拨千金 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 可是我们台湾媒体 有时候就是说 过度的去追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很无聊的事情 所以我们自己 也要检讨 讲实在的 那李安都已经讲了 那大家愿不愿意 把他的话 当成是一回事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显示 我们自己的高度 是 真的 李安导演的话 容我在这边 简单的再叙述一下 他说 他觉得基本的精神 台湾这边是自由的 迎展是开放的 他爱讲什么 就讲什么 我们不让 我们不能说 你不能讲什么 所以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我们的客人 包括本地 外地 他只要来金马奖 我们希望是 旧艺术 论艺术 不希望有政治事件 或其他的东西来干扰 他觉得 艺术是很纯粹的东西 那么希望大家 能够尊重这一点 这个 接下来也是重点 金马奖能够有 今天这样的成果 今天95%的人都出席了 在华语圈 没有一个影展 可以这样 所以在大家心里面 是有分量的 请大家给电影人 一种尊重 对 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李安导演的这句话 这一段话 也告诉大家 就是真的 当我们要看待 这些政治纷扰的时候 或者说 看待这个 电影带来的 擦枪走果 对 其实大家不妨用一种 更宽容的心态 来看待它 很多的解读 但你要怎么解读 当然都可以 没问题 我们都尊重 但是就是说 如果艺术这件事情 对大家讲这么重要的话 好 大家就 心里面 当然有一把尺 你看待艺术 当然就是看待艺术 好 各位听众 现在时间早晨 7点14分20秒了 我今天 这瓶为您邀请到 资深的影评人 弥勒雄 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 简单的平息一下 这一届金马奖 一些相关的现象 一开始 我们先用上半段时间 来讨论一下 有关于金马奖 在过去这个周末 所引发的 这个最热门的效应 这个两岸的网友 分别上网 这个捍卫自己的立场 当然是因为 一位颁奖人 一位得奖者 他们在这个台上的 两段话 所引发的这个争议 当然这个评纯团的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一位的评委的召集人 李安 他的这段话 也很有高度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继续为您探讨金马奖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 最硬的两岸焦点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两岸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部 黄历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 两岸ING 早安排完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咬一口 然后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志平为您邀请到 资深的影评人 米乐熊 来到节目中 为您来探讨 这个有关于金马奖 这个在过去 这个周末以来 我们看到最热门的 这个话题 还有米乐熊 早 好米乐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份得奖的名字 对对 这个得奖奖项里面 上一次你来 咱们节目中的时候 你已经有聊一下 就是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每部影片的内容 大概是什么 还有比较受到 瞩目的这些奖项 比较表演 比较 也许他演出是比较 受到瞩目的一些演员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先从这个 大家最意外的好不好 最意外 应该不是说意外 就是说 大家就会想说 最佳导演跟最佳影片 不是应该同一个人吗 没有一直都不是 在金马奖里面不是这样 不是因为 因为我跟讲 大影展就是这样 一次好几百部片子 那当然会有各 就是各所擅长 所以你会看到导演的部分 可能是他的手法 他的调度 他的handle的那个程度 然后他的风格 是不是一贯以来 都是长这样 所以有时候就会影响到 所以我就有讲 我说张艺某 如果一旦出席 那八成就是他 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 他自己有讲 他第一次入围 然后他等于是 很难得踏上 这个台湾的土地上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 有时候是互相尊重 那当然评审 在给讲的时候 是不是 像我自己也当过评审 所以有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 分猪肉这样的状况 其实有时候 那种心理状态 是有微妙的 对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就是在当下 是不是只有针对影片 所以李安在50年的时候 他曾经有讲过 那一节就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大片大导演 都来参加 可是最后 最佳影片是给爸妈不在家 当然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新加坡的一个 新人 新人是新人 完全是新人 对 他是台湾培养出来的 是来台湾这边念书的 一个电影导演 那所以大家觉得会 会会一定不一样吗 或是一定一样吗 这有时候 有很多的考量在里面 所以 为什么这个陶子会在当场讲说 大家都看过这些片子吗 其实这句话有点酸 因为其实很多片子 我们都看不到 对 而且之后能不能上映 就还在未定之天 那我觉得网路很发达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有心要研究的话 其实有时候 你可以透过自己的 努力跟管道去看 我觉得倒不是说 鼓励盗版或什么的 而是你若真的是 有心把电影 当成一个研究的话 其实去看看 为什么这个片子会得奖 我觉得这个也是 自己的功课 对 那么这家影片 大象洗地而作 这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 这个片子我们都知道 那个胡伯他本身 就是后来自杀了 对 然后这个是小说改编的 然后又是他第一部片子 然后其实有点半自传的 甚至可以讲说自传 就是在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然后究竟这些年轻人 他们何去何从 那他用四个主角去 先开始可能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最后聚集在一起 那其实这两三年来 你会发现 很妙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电影也这样子讲 就是80年代 台湾的新浪潮 这个风潮 其实不一定在台湾 真的落地神根 可是我们这些影片 在当时还没有 就是互相往来 这么密切的时候 其实在东南亚 尤其是在香港 然后在那个 中国大陆那边 很多的电影科系的老师 都把侯孝贤 蔡明亮 然后杨德昌的作品 都当成是教材 所以他们尽管没有真正的亲自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看过这些影片 但是他们都在课堂上都看过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影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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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 那我们台湾现在反而是在想要求新求变 所以我们有商业片 有恐怖片 有什么什么 就各式各样的风格 可是对于就是这些影响力来讲 时效上面可能会稍微再拖个晚个十年或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尽管像大象系列的作 这样子的作品 其实都有一点点 有一丝丝 我们台湾的新浪潮的电影的风格 然后你会发现很妙 就是说我们找的评审 其实是两岸三地 甚至全世界的 就是一些专业人士 可是他们都很爱 很爱台湾的新浪潮电影 所以这两三年 其实我们选出来的片子 都有一点点很有趣 就是说不是我们台湾自己拍的 但是确实也有 有那个味道 对对 有新浪潮的掉掉的东西 就很爱用长镜头 很爱用一镜到底 然后很喜欢很慢 很慢的叙事 然后很特别的方式这样子 我个人很喜欢 但是如果说你叫我选 我会选 我不是要神 因为我觉得就是 有点带商业的片子 可是能够带动一些东西 因为毕竟有时候 影展得奖的片子 还是会稍微对整个 这个流行的态势 或者是说投资人 他要怎么样去投资这些影片 我觉得多多少少 心理上还是有一些影响 如果叫我来选 我会选 我不是要神 不是他最棒 他可能也有缺点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评审的选择 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 一个走向 提到我不是要神 徐忠他拿到了 因为这个片子 他是导演 他也拿到了最佳男主角 我相信邓超应该是下一条 对 邓超本来是以影这个片子 而且他里面一个人分射两脚 然后就是前后体重说差了40公斤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20公斤 他为了瘦 至少减肥20公斤 他可能是说来回 就是说增20公斤 然后减20公斤 我们在片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是用合成的方式去拍 我觉得 就是说邓超他没有得的原因 可能就在于说 整个影片的那个比起来 就是我不是要神 他是比较轻快的 然后稍微有点批判的 可是徐真的表演 真的有别于他以前 所演的那些商业大片 人在穷处 对你会觉得他真正有在演戏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的表现能够让评审 为之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很多评审 其实都看过你以前的表演 就像我跟那个 就是志明兄很爱的范宝德 里面的黄仲坤 对我们都很特别为他饿完 就是他没有被提名 当然这是后话了 可是徐真能够在这部片子里面 他能够真正的让你看到 所谓的一个表演者的高度好了 或是说在这样子的商业片里面 他怎么去操作 那当然他是从头演到尾 而且里面有很多 让你觉得非常善情 然后非常让人家激动 一些场景都为他加分 那邓超的话 会有一点点迷失在 整个导演 因为这个片子 所设计出来的山水画 水墨画 然后很强烈的 那个视觉风格上面 其实有可能会被吃掉 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表演的问题 就像我们说导演 这个他过去的作品 他的绅士什么的 都多多少少 就是在评审的心理上 都会有点影响跟考量 你刚提到影这个片子 就呈现出来的风格 所以你看他得奖 都是全部都技术的 虽然提名八项 大家就好大好大这样子 影这个片子的其中一位得奖人 大概不知道是美术设计 还是造型设计的这位得奖人 然后他就提到 就是说 其实张艺谋叫他做的 就是一个完全不同于 过去以往 电影风格里面所呈现出来 就过去已经呈现的东西 他不要 他完全就开创出 另外一个新的风格 这个很好 这个是整个视觉效果 带给大家 因为其实东西方 东西文化的融合 从以前 比如说像 自评中一定知道 赵无极 他的那种用油画颜料去画 有一点东方抽象风格的东西 他既不是山水画 他既不是水墨画 然后他也不是完全西化的东西 然后又有一点抽象 完全是靠颜色去堆积什么的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 就是尽管我们现在来看 也会觉得他非常具有开创性 所以能够用西方的科技 然后去开展所谓的东方的色彩 跟东方这样子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是 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人 其实都一直在创造 就像衣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服装设计什么 都会有一点点就是走回 这种所谓的东方的风格什么 因为我觉得一些东西的撞击 一些文化之间的冲击跟撞击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伟大 就是因为在两种 完全看似冲突的东西之间 能够就是产生新的火花 我觉得我很想回到 就是两岸之间的冲突 这件事情 就是尽管有冲突 但是是不是能够找到第三条路 这个很重要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制品为您邀请资深的影评人 迷勒熊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聊一聊金马奖 事实上这个话题 可以聊的内容太丰富了 可惜我们节目只有半个小时 现实已经早上7点25分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你刚刚提到一些表演奖项 我们看看今年的这些表演奖项 刚刚我们先提到徐征的表演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的是 男生先聊好了 最佳男配角 翠斯里面的袁复华 当这五个人的所有的镜头 讲完介绍以后 我告诉我的家人说 一定是我认为我猜是袁复华 我妹妹问我说为什么 我说很多演员是在演自己 或者是他演的是很 你讲他是生活化什么 但是如果就演这件事情来讲 袁复华他所演出的内容 赋予了这个角色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演法 所以我就说应该是他 果不其然一揭晓是他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志明兄本身 就是也是表演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眼光非常的锐利 这个东西就有时候 其实在男女主角跟最佳电影 跟最佳导演 有时候你会有争议 可是男女配角 你通常都会觉得很OK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真的是抱着一种专业心态 在看这个东西 对 是是是 好然后呢 这一次台湾的得奖名单里面 两位女演员的这个奖项 这个非常难得 讲落我们家 对 这个非常难得 因为我跟你讲 从一有这个中国大陆电影来参演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沿路一直被打 就是有关演技这方面 然后大家一直在抱怨说 台湾没有演员 台湾没有好的演员 其实不是 是有没有机会这件事情 是 有没有让他发挥的剧本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丁宁 他得到了最佳的女配角 同时呢 在上一次节目里面 特别几条的现营仙 这就是舞台剧女王 我跟你讲 其实大家认识他 最早就是这个电视剧 花甲 对 然后电影版也是 他虽然在 你可以知道这个人多厉害 他在很小很小的表演空间里面 你马上会记住他 对 这个就是一个厉害的舞台剧女人的 这个 那根本就让他这次是从头演到尾 对啊 我觉得是实质名贵 而且你看他上台里面 上台讲的那些话 尽管内心激动 可是他就是hold的很好 对 你看他多厉害 就是让人家觉得就是说 虽然我不认识他 也许我不认识他 然后可是因为觉得这个人是谁 这个很了不起 我真的佩服这样的演员 对啊 就是他不但可以 可以用某种程度的演技 来表现那个剧本的 这个台词的内容或精神 他可以表现得出来 同时他知道 他有另外一份心思提醒他 不要忘太忘我 不要太这个超出那个尺度 他知道哪年 应该到哪里是到九十分就好 不要到一百分 我怎么突然觉得那个 我们主持人在讲谁 这样 没有没有 我是真心认为 我是真心认为 这两个奖项 谢云轩得奖是我们台湾整个演员界的大胜利 这不单单是他个人荣耀 他上去上去上面 你知道大家多兴奋吗 不管是认识他多久的人 所有曾经为他服务过的 比如说服装设计 比如说舞台系导演 大家真的在那个脸书上面 整个爆炸 我自己也是好兴奋 因为我看过他演戏 然后我看过他的一些电视剧 跟电影的表演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 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简单来看一看 丁宁最后在得奖的时候 所说的那段话 那他为了同志而发声 就是希望大家 他一贯以来都聊过一次 对 非常的挺同志 然后他特别提到 就是11月24号 接下来的公投日 大家要进去支持 我们应该是不能讲 对不对 没有 我们是陈述他的意见而已 对 就是也正好顺势带起来 就是告诉大家 接下来这个礼拜六 我们要看到这个选举的进行 大家就踊跃去投票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机会 对 这个很重要 是 好 各位听众 今天的志评非常荣幸 为您邀请到影评人 迷勒熊来到节目当中 请迷勒熊为大家 简单的来介绍 这一次在金马奖的颁奖典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些 这么多的这些现象 不管是谈话 不管是对话 引起来的这些争议 或者是这些 网友上面的这些争锋 我觉得他冷静 对 真的是冷静 这个时候我们要呼吁大家冷静 为什么呢 因为李安导演的最后的这句话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用这句话来做为 今天节目的结束 好不好 金马奖就是希望 就是旧艺术论艺术 好不好 旧艺术论艺术 他爱讲什么 我们就让他讲什么吧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迷勒熊 拜拜 拜拜 so leave me all